老闆 巨龍 哲花紳罷 老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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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聖香哥 李兵 童議書你特別 каз去家是不在你身上嗎 我沒有 那 何爲是 那這方面的童議書啊 這有重築面積調查表而已嘛 仲慈面積調查 好 這個不算戳的書 他們根本沒有戳的 知道還說有戳的而已 他也沒有消息 雖然你說仲慈 也有什麼戳的書 我也不去教授 那這個 所以後來都是送到農會那邊去 對 他們統一在座 是農會那邊 看一卡車兩卡車 全部一次運走 他們是怎麼去看什麼過熟啊 看你的清黃燉而已啊 蛤 那不是不標準嗎 對啊 他們就是媽媽 我們這段人跟頭髮不拍也是這裡 他要做王來的時候 他又沒有路死 啊他是現場看的喔 他是現場看說 有的可以有的不可以 這樣還說 他再去那裡 再去那裡後他回去比較看 他回去比較看 這還沒人看 嗯 齁 他再再再就對了 再到回去看了之後說 這太太太了 電話打來啊 嗯嗯嗯嗯 你想要是要請回來 沒錢還來回一萬斤 你要撩兩萬塊的運錢 嗯 還會打電話說你要想想 還是那個要再回來 對 你今天太黃了 退貨 那時候後來另外一家又有收 對啊 什麼時候收 另外一間是送你都不知道啊 他送你都不知道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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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時候他已經收掉了 對啦 那意思就是說 他11斤 10塊半斤 6塊5塊 6塊5塊 他再去微熱嘛 然後比如說 現在一萬劑頭 然後被打下來 譬如說 假設啦 這都是假設 假設兩千斤 不好 啊這個婚運公司老闆 就問他說 大哥你現在是要 你現在是要 車回去給你 還是說我幫你拿去另外一間買 然後他就是 那如果說說好 那就再去另外一間 可是價格就會從11塊 變成6塊錢 嗯 11塊6塊嘛 對啊 啊11塊6塊 那也是收嘛 嗯 那推論就是說 啊不好的東西 人家怎麼會收 嗯 嗯